12月13日,本月的新月会在射手座如期而至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射手座新月还伴随着水星逆行 这对我们的影响就非常大了 射手座新月和水星在摩羯座逆行同时发生 可能会带来一些挑战和混乱 射手座新月代表新的开始和目标的设定 而水星逆行可能会导致交流和思维上的困难 这个组合可能会引起我们思维和沟通方面的混乱 使得我们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理念时感到困难 我们可能会感到有些迷失和不确定 难以找到正确的方向和策略 这也可能导致计划和信息的混乱 需要更多的耐心和仔细处理 然而,这个时期也可以带来一些成长和反思的机会 通过反省和重新评估目标 我们可以找到更有效的方法来实现我们的计划 要注意与他人的沟通的耐心和细致 以避免因误解而发生冲突 不过大家也不必太过担心 这个影响是暂时的 即便是在水逆期间也可以避免厄运的发生 具体情况 大家也可以关注我后续推出的新月专题文章 会描述比较详细 但有一点大家需要格外注意 本次新月不适合许愿 请大家不要盲目许愿哦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 还请留言讨论 我是静电鱼 关注我每天都有好运气